韓國女星宋慧喬外表甜美亮眼 早年憑藍色生死戀打開亞洲致命度 之後一任演出浪漫滿屋 晉升成亞洲女神成就非凡 然而她的感情度卻不如事業順遂 出道26年公開承認的有李炳憲、玄冰與前夫宋仲基三段感情 每段都談得轟轟烈烈烈卻也無疾而終 宋慧喬曾說藝人們被問到分手時總是回到良好的前後輩關係 但他到死為止都不再見前男友 這種敢愛敢恨的感情觀也確確實實載健在他的情史上 2003年他和李炳憲合影的韓劇《All in 珍愛》賭注來電 13個月便宣布分手 關於分手原因眾說紛紛 有傳聞是南方逼婚太過花心 甚至傳出因南方有著變態性癖好的緣故 面對這段往日情宋慧喬曾說 作為演員我很感激能夠有機會經歷這樣讓人周深難忘的情感體驗 因為與其他差不多同齡的演員相比 我比他們有更豐富的人生累積 這對於表演是有好處的 但撇開演員身份就個人來說內心仍很痛 好菜時間會衝淡一切 與李炳憲分手5年後他再次談起戀愛 與玄冰在他們的世界假戲真愛 可惜相戀19個月分手收場 至於原因巨少離多是官方說法 有人分析當時人氣不如女方的玄冰還在事業衝刺期 而宋慧喬也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兩人都沒有專注於進行感情 分手是順理成章的結局 宋慧喬在事後發聲明中曾說 這兩次公開戀情都被大眾拿來議論 他感到非常難過 看來比起戀愛八卦 他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為討論焦點 而這或許也是他三段戀情都相隔很久的原因吧 離開玄冰空窗鏡5年後 他擁有了人生代表作太陽的後面 太陽的後裔 也遇到當時的男友宋仲基 兩人2017年甜蜜步入禮堂 世紀婚禮憲煞煞旁人 可惜公主與王子並沒有走到最後 2019年就宣布分手 結束短短一年8個月的婚姻 關於離婚宋慧喬稱 雙方因個性差異無法克服而分手 宋仲基則說希望好去好散 有傳聞是女方與夫家合不來 外界更揣測有第三者介入 到底事實真相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宋慧喬真如他自己所說 到死為止都不再見前男友 但無論哪一位除了頒獎爹爹躲不掉外 他都未曾與他們再度見面合作 甚至與宋仲基針對離婚開庭時都沒有到場 而就在離婚正式生效後 他也迅速三光IG上前夫的所有照片毫不留戀 2021年末 宋慧喬在揮當後的首部作品《憲政分手》中 飾演事業有成的大靈聖女對戀愛的爭執 與張基隆大談姐弟戀 結局不見得美好仍要盡心去愛一回 他曾在記者會上說 能在這個節骨眼拍這部戲 對我而言是生命中很好的決定 看來儘管經歷了一段段沒有結局的戀情 宋慧喬仍期待自己可以反復歸之迎接下段戀情 我是否… 我是否… 簡直是好 你的責任 小就今天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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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